说用钱自己拿 你反正如果有一堆钱摆在你面前 让你随便拿你会怎么样 这还有这样的好事 这不是做梦 这怕就是陷阱 你这警惕性还可以 但是还真都不是 就在成都有人把钱放大马路上 让你自己拿 上限是五元 限量不限流 五块钱虽然不多 但这一人过来拿五元 这也不少够好 估计不少人也得合计合计 我啥时候我这腰包 但骨刀有什么有底细呢 其实有的时候 这种好或者说是这种阔绰 可能并不仅仅是来自于腰包有多鼓溜 或许更是灵魂的善良和内心的温暖 我说的这个用钱自取 其实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我身后大屏幕上的爱心钱盒的招牌 最近在成都街头出现了这样一个爱心钱盒 里面堆满了一块钱的硬币 加起来大概是有六七百元 上面的展板上 手写这一行字信任是种快乐 这个爱心钱盒的主人叫刘本福 今年31岁了 是成都崇州市一家小珠宝店的店主 年轻的时候他只身一人去外地打工 那个时候他心里想的就是 如果能有一两块钱买点吃的也好 所以即便是今年疫情反复 小店目前也还没盈利 但他还惦念着更加困难的人 这爱心钱盒也放了一段时间了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呢 这里的钱竟然越放越多了 之前全是硬币的盒子里 多了几张纸币有五块的十块的 这些呢都是路过的人自发捐赠的 只为尽一份心 而对刘本福而言呢 做这些也只是因为从前吃过苦 所以想帮助困难的人 因为林郭宇 所以想为别人撑伞 听着就让人莫名的温暖 感谢那些善良的人们 你们用自己的微薄之力 小小爱心 为平凡的我们 撑起了屋檐之下的一方烟火